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秘的天魔族首领的出现仅仅是为了带走可能对计划带来变数的战地 而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对付风云无际 但是天魔族的历史似乎极为久远 剑狱与天魔族也交集不多 何以风云无际会引起这些人的杀机 连首领都亲自出手 亲自促成这个布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应该呀 独孤求败的心中满是疑惑 目光略过这名天魔族第二高手的肩膀 投向高空 那里便在风尊领域出口的地方 一个又一个的风族长老出现在那里 张手间一个又一个的领域扩展而出 眨眼之间将试图从上方逃出的风云无际 各个方线路线都给封住 风之领域 下方 风尊张口发出了一声爆喝 四周一道道领域突然暴涨 以肉眼难见的速度扩展 领域与领域相嫌 领域之间的避兆 在领域沟通的瞬间消失无踪 一个巨大的领域出现在天地之间 那领域之中风云无际赫然被圈在里面 那领域散发出智慕的光滑 时强时弱 数息变换之后 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风云无际 一干风族的老妖怪 风尊全部消失在虚空之中了 只余下一片紊乱的空气 在空中团团转动 随后消散四方 第三百九十四章 止战之伤 四 风沙浩浩 四周一片茫然 虚空之中充盈着一股洪荒的气息 直叫时间白转 红尘却自不变 在这个领域之中 风云无际 感觉到了一股浓重的岁月沧桑感 风尊 你还在这儿故弄玄虚 有必要吗 风云无际沉声道 同时 心中提高了警惕 神识破体而出 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动静 听闻 你非常擅长灵魂层次的东西 嘿嘿 这东西 便是本族 特别为你们这类神识 特别强大的家伙 准备的 风尊的声音时高时低 位置飘忽不定 风云无际的心中有所感 抬头望去 左侧 风尊一身风足白袍 傲立于茫茫风沙之中 正缓缓踏步而来 与此同时 左方右方后方三处 各有一名风尊踏步而来 更远处 那风沙深处 密密麻麻若隐若现的风尊 正从四周围拢 在虚空妄想 真假难辨的风尊 如潮水一般 由这个不知多宽远的领域边缘 向着中间涌来 将风云无际 包围了一圈又一圈 风云无际的神识扫过 不禁眉头轻重 这所有的风尊 在他感应之中 都是实体 而且没有任何差别 便是气息 都是一般无二 种种结果表明 这领域内的所有风尊 全部是真实的 哼 还在探查吗 我的领域便是我的世界 别说千千万万 可我 便是再多 也绝不是问题 风神化身 化身亿万 这句话 你可曾听闻 可非 你还真以为 这些是幻影 四方 每一个风尊 都显得那么鲜活 将风云无际 圈入领域之后 他似乎并不那么着急了 风云无际 沉吟着片刻 淡然道 真则假之 假之真之 虚虚实实 实实虚虚 说吧 目光却是略过一丝 无人察觉的立芒 西北方向 那从从人影之中 一名风尊 身躯微不可查的颤动了一下 看你藏身何处 风云无际暗道 同时 身化长虹 拔地而起 在空中一折 急射向 感知之中 难明心境出现破绽的风尊 右手袖炮一抖 第五剑胆 已然破绽而出 在虚空中一荡 剑底 数以万地的刺目剑光 迸射而出 呈锥形 急射而下 轰 剑尸下方 大片的地方炸开来 风云无际的瞳孔上 清晰地倒映着那名 风尊的影像 身躯一躬 以躯 以斜 穿扬而过 风尊在身后 留下了一路模糊的虚影 轻轻松松地 由剑气下溢出 动作却也行云流水一般 如风俯过 大袖一服 风尊右掌如刀 在虚空中 拖出一条窄窄的痕迹 风云无际 你处处与我作对 若非你 本作 早已一统太古 战地 也俯首听命 不杀你 如何能解我心头之恨 那道划痕中 骤然喷波出大量的钢风 向着风中的风云无际 斜扫而去 所过之处 虚空发出了阵阵 被割破的呲呲声 风云无际树掌如剑 在身前一分 那刚风便化为两骨擦身而过 正带戒势反击 心中突然警召传来 耳中听到阵阵的破空声 神识所及 但见四面八方 那原本一动不动的风尊 突然如脱兔一般 奔雷一样 拔地而起 划为一道道残影 自四面八方奔袭而出 虚空中 但听阵阵海啸之音 一股股辉煌的 无形气浪拔地而起 直冲云霄 向着风云无际袭去 风云无际心中大海 这领域之中 每一名风尊 都不比自己差多少 这般多的风尊 齐齐出手 即便是风云无际 也不得不展窃回避 身形一荡 风云无际的胸膛 骤人坍塌 身化柳絮一般 随着那鼓荡呼啸的气息 翻卷着 向上飘去 下方 密密麻麻的人影 如黄般 脊椎而上 骤人暴射出 数百丈后 整个化为一道锐风 在滋滋声响中 射向风云无际 即便隔得远远的 风云无际 依然感觉到一阵气血翻涌 风魔天下绝 在风尊手中使出 威力 却是倍增 叮叮叮 虚空之中 突然见明之声 不觉于耳 一朵巨大的雪白莲花 凭空出现在虚空之中 谱一出现 便将风云无际 包裹在内 那连半一片片的绽放开来 层层叠叠 煞是美丽 连半尖处 一道道流水般的 剑气流转 将整个莲花 笼入其中 砰砰砰砰 阵阵暴射声传来 一道道催山烈月 爆人血肉的风魔气 撞在那一半半 展开的连半上 短时间内 如下了一场大雨一般 丁丁的金属撞击之声 是不觉于耳 那洁白如玉的 巨大剑液 疯狂地出现着 一道道碎坑 眨眼之间 无限小天地外围的 一十六半剑液 便被轰成了碎末 最外围的 一十六半剑液粉碎的同时 剑连上蹲 又一层剑液附下 如此不断地轰碎 不断地新生出剑液 生灭速度极为惊人 大城的无限小天地 重新构筑的剑液 其坚硬强度强得惊人 以封尊之能 由封之领域支柱 短时间内 也无法轰碎 无限小天地防护之中的 风云无际 剑连之中 风云无际 如佛爹坐连台之上 右手无指 如拈花 闭目垂眉 右手弹出 地武剑胆 化为一道乌光蹦出 锐刺之声 撕破苍穹 长空之中 弹剑一道乌芒 绕着剑连顶端 盘旋而下 树袭之间 穿绕 便是质白剑液 及时而出 剑痕所过 爆开了阵阵清烟 一鸣鸣 风尊被第五剑带上凝聚的 质疾剑气 烘碎躯体 剑连旋转 连台之下一缕风声过出 风尊的身影显现出类 食指伸出 堪堪抵住那正面袭来的一道弧形 虚影聚脸 第五剑胆的剑身显现出来 剑尖处 拙劣的剑气 暴射千丈 但另一侧 风尊显然已动了浩瀚的真力 庞大的风魔器 让第五剑胆难以寸击 连台之上 风云无际的神色从容 双手拈花 划出一道繁复的痕迹 每一道弧线在身前划过 第五剑胆 剑身 便产生一丝小幅度的颤动 每一次颤动之后 第五剑胆内的剑气 便压缩一分 哄 当剑身内的剑气 压缩至极致之时 第五剑胆的剑尖 突然爆发出夺目的剑盲 犹如低落凡尘中的太阳一般 一股无间不吹的剑气 轰入封尊体内 将他的肉体 整个轰成了碎片 爆散开来 搜 第五剑胆 再次化为了一道弧线 拖着彗星一般的光芒 一连洞穿了树杖直线上 所有一模一样的封尊 惊恶的眼神还未退去 身躯便已炸成了一团 温运的雾气 风云无际 以神域剑 驱使第五剑胆 如始必止 方圆百丈范围内 剑影重重 第五剑胆 斩过之处 暴鸣之声是不绝于耳 领域之内的一声一响 所有出现在 视野之内的封尊 不带第五剑胆轰制 便如流水般 自行爆散 化为一片 茫茫的雾气 笼罩在地上 云印不散 一时之间 整个天地安静下来 风云无际 凝神静气 右手抬出 收回了第五剑胆 警醒地望了一眼四周 待入目所见 全是那茫茫的 晕音雾气 一阵微不可闻的 异响传来 风云无际的心中所感 于剑连之中 俯视天空 却见 苍穹之上 一道如剑般的气柱 从天而降 待风云无际 看到之时 已然直直 从上至下 将一半半 无限小天地 所画的剑叶 动穿 于尽 直没地上 恍惚之中 那气柱的最前端 风云无际 看到 果身其中的风尊 正咧嘴 对他笑着 目光 随着那道 将无限小天地的剑叶 贯穿的风柱 投落在地面 地面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耳边又是一声锐笑传来 身判又是一道风柱 由苍穹射落 贯穿整个剑连 心念电转 风云无际 记起的无限小天地 应声告破 巨大剑连之上 千疮百孔 目之所及 全是一道道 贯横交错 贯穿天地的 至白风柱 不断的 穿梭于虚空之中 领域之内 风声激荡 尽其爆射 头顶之上 一道直径 达树杖 至白而犀利的 漩涡风柱 从头顶轰落 风云无际 猛然抬头 想也不想 便是一掌 迎了上去 轰的一声巨响 那风柱前端 一连音效的风尊 漠然 游须辨识 右掌重重劈下 双掌相交 浑如宇宙初开的声音过后 在那掌面接触处 已曾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道 向着四处 扩展而去 强大而浩瀚的力量 由头顶观向 充沛如长江大河一般 魂不可挡 已然千疮百孔的 剑连彻底的粉碎 在那磅礴的力道冲击下 风云无际身弱陨星 被这股 自欲抽出体内鲜血的力道 从空中坠落 重重的撞落在地面上 扑的一声 双腿整个插入地面之中 头顶之上 风尊头下脚上 凌空悬于风云无际的头顶 两人手掌相连 真气不断的对轰着 一道真气凝聚的血管 从风云无际的体内抽出 迅速在虚空之中延伸 眨眼之间 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 在体外形成一个完整的 经脉循环 凭借着体外经脉循环 风云无际不断的轰出真气 同时又将风尊与自己 轰出真气 纳入体外无形的 经脉循环之中 如此往复循环 根本无需风云无际 动用多少真理 就变相地变成了 风尊与自己对抗了 这是什么功法 风尊的神识自恃不弱 以他的见识 却也是从未见过 这等古怪的功法 这个重要吗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尽快使出来吧 哼 你是敬酒 不是吃罚酒 说吧 风尊冷笑一声 山化极淀 道舍而回 一道又一道 滚原的气柱 从天而降 由各个角度 轰向了风云无际 风云无际 却是如山林月般 微然不动 双目微闭 已是进入那 古井不波的 灵魂透视境界 树到风柱 风云无际不闪不闭 应接了下来 毁灭性的气劲 将风云无际的上身 整个炸碎 一缕缕碎布 挂在身上 胸膛上 浑身满是刀剑般的伤痕 树袭之后 风云无际双臂 开始变得不真实起来 在他身前 焕花出一道道 符合天地治理的弧线 三杖之内的空间 产生了一系列难言的变化 按照某种复杂的规则 塌陷与古障 所有催精毁越 毁灭性力量的风柱 全部被一一弹射而回 第三百九十五章 止战之伤 五 一边利用空间规则 反弹风尊的攻击 同时 风云无际 则心神沉入那玄妙的境界中 不断从四周的空间中 搜集这个领域的信息 领域 有着一项最基本的能力 那便是困住对方很长一段时间 或是始终找不到 这个领域的基点的话 那么便永远陷入 领域囚牢之中 终身监禁 击败风尊 还远远不够 若是找不到这个领域的基点 并加以击破 那么将意味着什么 风云无际非常明白 大量的信息 或隐晦 或可读 或不可读 一股脑地涌入到 风云无际的脑海中 并迅速地被筛选 以期找到节点所在 风尊的攻击虽然强烈 但风云无际一颗心 早已坚固而凝实 没有受到丝毫的干扰 领域之道浩瀚莫测 风尊引进此道的时间 远远超过风云无际 即便以风云无际的智慧 要想找到这个风之领域的基点 也绝非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 而且关于基点 风云无际的理解 达到了一定程度 完全可以随意地转换基点的位置 风尊的年龄与地位 这种能力自是情理之中 本座就不信 居然会对付不了你 风尊阴侧侧的声音再次传来 声落那满天射翻而下的攻击 骤人而止 四周晕印的雾气 立刻散入眼中 景屋快速地变换 风云无际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 那是穿越空间的感觉 当景屋的高速变换停止之后 风云无际发现 自己出现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之中 一条不宽不窄 表面白气缭绕的地下河 一个宽大的洞穴 浓浓的雾气 将洞穴都染成了一片雪白 潺潺的水声 在虚空中静静地流淌着 巨大的溶洞内 安安静静地 寂静中流淌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一声异响传来 风云无际便感觉有意 神识扩展而出 瞬间捕捉到那浓雾中 白茫茫雾气中 一条极细极细 给予周围浓浓翻滚雾气 融为一体的绳索 如蛇般从浓雾之中穿出 如灵蛇一样 向着风云无际的脚踝伸去 风云无际的神色冷却 微横一声 食指一弹 第五剑胆 击事而出 干脆利略地 从那白色 翻着柔和光泽的绳索上划过 白色绳索 发出一声猎博般的声音 应声而断 但前一端 却是去俗丝毫不减 依旧如蛇般 窜向风云无际的竹槐 眉头微皱 目光扫过那些断绳 风云无际的心中 涌过一丝古怪的感觉 只觉得这绳索 处处透露着古怪 漠然一道灵光 划过脑海 这道断绳 却是让风云无际 想起了附著 优弱公主那节 古怪的绳索来 心中历史大为凛然 脚下连连错动 同时弹指如风 每一道纸记 都如一柄 刚猛的利剑一般 射向那飞窜而来的断绳 风云无际 弹指如飞 试图毁掉那节灵活 不减的绳套 同时 那节风云无际 斩断的绳索 突然爆起 瞬间 划破层层空间 接近到离风云无际 族怀 不住二寸的地方 一股如刀剑四气的气息 刺入风云无际的族怀 表面一个个红点 争先恐后的出现 随后 每一个红点 都爆射出 一缕如发丝般的血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